余先生 上次您和乔小姐在这边存的酒 我拿过来了 这个呢 是我们老板送给余先生的 各位请慢用 先生 您的酒呢 一会儿就到 余陀 你来过这儿 多门你康地 真的行 喂 喂 晶晶 你让我来买色拉 你赶我碰到谁了 爸是个英雄总教头余老师 你知道啊 我知道他去那里吃饭 才想起他们叫色拉 你买了色拉就回来啊 千万别去找Edward 回头又不肯收贴 我知道的 我买个色拉找什么老板啊 我就在这旁边坐着 余老师就坐在我对面 你别去打扰人家啊 没有 我知道的 可是 我看到有个朋友 对他特别不友好 我说话还讽刺他 老难听啊 吃醋了 有困难也没事吧 老老同学 老同学帮你引进引进 他在保密单位工作 辞职要脱密期的 你明不明白 你懂不明白 你不明白 别乱说 你别把人下情 不来跟你约会 你回头把这点打这儿了 你别好好拔到啊 你只活三十 这话什么意思 所以这么急干什么 时间还长 过一段时间再看 我忘了 您是大科学家 自然瞧不起我们这些 搞金融的 第一个门子 就不用带了 许鸣 你别这么玷污于途啊 他没有瞧不起 咱们这行的意思 而且搞科研的 还是搞金融的 没有谁比谁厉害 谁比谁不厉害 但是做人呢 格局却有大小 怎么了 说这个 都少说的 咱们哥几个 今天不是要给 翟亮剑行吗 对啊 对对对 所以呢 别把咱们主角给忘了 对对对 对对对 别给我剑行啊 可别这么说 我不是主角 今儿这儿 取名的修长 我算是看明白 跟我没关系 什么同学聚会啊 给我剑行啊 这是罪汪之义 不在酒 我刚辞职那会儿 也就年薪百万 我管理那基金 也就全国排名前十 我也没觉得自己了不起啊 大佬面前都是弟弟 谁都别膨胀 谁都别嘚瑟 但是就有那么一类人 赚得多那么几块钱 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膨胀了 不是 翟亮 行了 行了 翟亮 您少说两句 翟亮 你是不是说年薪百万了 也没见见 请哥几个喝一顿啊 对 不够意思啊 这不够意思啊 走之前 一定要给我们补上 补上 家里喝 畅饮 八九年的拉菲 我们酒来了 余先生 上次您和乔小姐 在这边存的酒 我拿过来了 这个呢 是我们老板送给余先生的 各位请慢用 您的酒 您的酒呢 一会儿就倒 余涂 你来过这儿啊 余涂 多闷你抗地 真假的 真想起你看啊 可以啊 余涂 可以啊 余涂 你深藏不漏啊 这酒 起码的人 我有事 先走了 你们聊 有工再聚啊 好 把酒银拿走吧 对啊 齐银 吃啊 送的 吃啊 吃啊 送的 吃啊 吃吃吃